随着高原逐渐转暖,新疆河硕县高山牧区迎来捡驼毛、书驼绒季节。 5月17日,在该县巴尔图村交捷家的牧场上,受邀到他家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,帮衬着交捷一家为一年一次捡驼毛、书驼绒毛活着。 草原辽阔,牧场蜂窝,经过漫长东西续养,有的骆驼身上的毛已经开始脱落。 这一天正是牧民交捷最紧张和惬意时刻,驼毛在他的养殖劳作中为他的家庭带来不少收入。 现场,男性牧民们不断挥舞着手中套绳,硕大的骆驼几个回合便在牧民手中屈服,妇女们则手拿铁书,从骆驼身上取下一簇簇驼毛。 骆驼绒是珍贵样,稀少的纺织原料,骆驼那更有被淤为沙漠白净。 在牧民眼中,过去只是用来运输物资的骆驼,而现今变成了全身都是宝的摇钱树。 尼玛介绍,骆驼养殖成本低,产出越来越高,从身体的外部绒毛到身体内部妥乃,都是牧民增收好渠道。 交捷家所在的牧场是当地优质草原,一望无际的草场上正是牲畜们绝好的大餐盘。 5月,为骆驼退掉厚厚的绒毛,让骆驼排汗散热是其一,长出新绒毛,为来年做好准备是其二。 新疆河射县位于天山南部,各类深处存栏约30万头,畜牧养殖业是当地牧民主要收入之一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